好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来看看这世界经济论坛主办达沃斯 线上对话会议邀请了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起来讨论 新冠疫情对于全球的经济 环境社会还有科技的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4000多次的致辞 他就表示说 多边主义是国际上的事 由大家共同来商量着办 速度按批美国 美中都在讲多边 下一轮的竞赛就是比什么 比谁的朋友比较多 好 我们就来看看 既然要这样比 那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呢 赖江授 我觉得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在 很多的重要的 全世界重要的精英领袖会议中 习近平目前的活动 比以前活跃很多 而且他几乎都参与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等于是他跟全世界的 这些经济界的精英 政治界的精英 都开始进行直接的对话 那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 其实习近平就非常有战略的设计 就是把一些它的理念 例如说这个生命 这个共同圈的问题 那么例如说全球 地球应该就是一个家 地球就是应该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个概念在去年的时候 就作为它的主轴的铺陈 那里面有个环节 就是多边主义 是 不能搞单边主义 不能搞单边制裁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不能搞这个小圈圈 小圈圈其实就是指的 就是G7嘛 就是你这些富有的国家 自己动不动就要开始定规则 然后就要开始制裁别人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看习近平在很多的国际场合 都不断地在传述这个 但是主轴都在于打美国 都在打美国 那也就是说 他所指涉的这些事情 都是美国人所做的 单边制裁脱钩 断全球链等等 所有的都是美国做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世界各国的精英 坐在人民厅 有道理啊 当然是有道理啊 因为大家都痛苦啊 也就是说今天美国人说 你中国大陆半导体 台积电不能卖 台积电痛苦啊 高通什么不能卖 高盛啊什么 一堆 你可以看到一堆的 美国的企业 或者欧洲企业都很痛苦的 因为我企业就是希望能够 做生意嘛 做生意嘛 能够大家和平嘛 大家那个把事情做好 但是问题就在于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其实德国的 梅克尔有回应了 我们台湾会把重点 放在这个疫情 可是你注意看梅克尔的讲话里面 梅克尔他已经明明白白讲 我真的很不喜欢美国人 要我在中国跟美国前边站 梅克尔讲得好明白 梅克尔说世界的事 还是要多边主义 还是要大家来商量 这个不是也就是呼应的 习近平的 所以梅克尔有同时讲 疫情的问题 武汉的问题 但是呢 他也有同时讲 这个卫生组织的问题 可是你看他后面的铺层里面 就是回应这个习近平的主张 可是现在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最大 对 那德国已经跳出来呼应了 那你想对于美国人来讲 那当然现在拜登 也会回到多边主义了 那这个就跟共和党 Rush的这个所属的政党的 很特别的领导人 就是特朗普 就是川普比较特殊 但是我想共和党 现在对川普也很头痛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定位他 但是重点就在于 事实上多边主义 确实是符合目前的世界的潮流 大家都慢慢地回到这里来 但梅克尔这样子 其实已经回应了 之前美国过于强势 对不对 我觉得这些国际会议 其实在我们美国 我们会不理他们在讲什么 这些领导者 我一直说美国 你说不理他们在讲什么 美国新政府 虽然拜登也是会 你刚刚老师刚刚说 拜登政府会想不参与 这些多边组织 我回到WHO 巴黎气候协定 伊朗核物协定等等 但是不会因为在这个会议 这个达沃斯会议 不管是美国 习近平讲什么 美国国会或拜登政府 就会调整他们的政势 因为其实我们美国人 不管民主党 共和党 也对这些国际组织 已经有比较冷淡的态度 虽然拜登还是会希望 在一个多边的架构之下 尤其是西欧国家合作 不是他不一定是想跟中国合作 但是至少他跟美国的老盟友 法国 英国 德国想合作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美国 其实其他的国家 习近平在达沃斯讲什么 其他国家不会因为习近平说 都变组织好或什么 就会对中国比较好 因为其实中国 不管是香港或人权 其他方面的议题 在国际场合 其实很多国家已经 已经是跟中国的互动 也是不想以前那么顺畅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多边组织 我觉得不用太 其实像我刚刚提到一些美国专家 也不要太依赖他们 这些国际 国际多边的会议也不要太 focus在他们在讲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跳过就对了 当然了 这个是论坛 但是以前呢 那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觉得非常重要 对吧 达沃斯的态度其实非常明显的 释放出一个强大的讯息 这个讯息也就是说 我们美国人啊 才不会去管理什么多边的 蛮有自我风格的 我也不会管理 我今天要用你的时候 我就把G7踏高一点 我今天不要的时候 我就把你丢在一边 我今天要用联合股的时候 把联合股踏高一点 但我不要用的时候 我就把你丢一边 反正你任何组织对我来说 合我美国人用的时候 我就把你踏高 不合我美国人用的时候 我就把你丢一边 反正我美国人说的就算 我现在最大嘛 最强嘛 那你又能怎么样呢 但是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联合国 你所讲今年不是要联合人吗 对不对 所以他能不能联合人 这个很不清楚 美国会不会支持他 中国会不会支持他 这个太早了 是 那麦克尔快要退休了 你们美国人本来就不喜欢联合国嘛 而且是国际联盟 也是你们主张的 最后你不喜欢 那为什么台湾那么高兴 美国驻联合国大学 这个就是两个人 还是终于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 我刚提到说其实像这些会议 其实大家坐在下面的人 大家很在意的说能不能做生意这个问题 反正希望说全球发展做生意的还是希望有钱赚 现在传出来说这个华为可能会出售手机的品牌 或者退出这个高端智慧手机制造的领域 这消息其实业界都很关注 那华为就出来讲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 而且会持续经营高端智慧手机的品牌 那市场上就另外有一些解读 说华为可能是因为他们自主设计的高端前连晶片取得突破 那么而使用自家晶片 华为是川普时代 大家应该都印象非常深刻 重点打击的对象 那现在拜登来了 有可能会推翻前朝这样的制裁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因为华为还是卡在5纳米以下他做不出来 那他可能会有自己的晶片 可是我估计不是到5纳米以下的 那晶片厉害叫麒麟 不麒麟一样 你叫动环也差不多 反正今年很有可能最高端的旗舰机 是要做到3纳米 那华为显然是做不出来的 那我认为拜登再怎么样科技抵制中国 还是会守住华为这一家 还有军用企业 那比较可能放手的是像中芯国际的 大疆无人机的这种的 我觉得他可能会做一些区分 做分类 可是现在还没有到打牌的时候 还早嘛 他不是战略耐心 比如问他刚刚讲的话 对 战略耐心 不要急 但问题是他如果没有 对华为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的话 不一样的手法 他说那你就延续之前 我可以讲 因为川普已经跟中国全面拉黑了嘛 那这个事实上最政治上 拜登就是手上有一堆牌可以打嘛 因为川普全部都是黑脸嘛 那很容易对照他的白脸嘛 我举例啦 比如说杨洁篪他如果去访问美国 我举例啊 比如说共同防疫合作 气候变迁 那拜登不是要回到巴黎气候协定嘛 那他也鼓吹绿能嘛 电动车嘛 那这个就可以跟中国合作啦 那不一定要去扯华为啊 那比如说纽约 不是三大电信公司说希望在纽约证交所 重新上市 那这个拜登就让他上市嘛 就他能够给的favor太多了 因为川普是全黑脸嘛 所以他只要稍微释放一下就是白脸嘛 就是不一样了 就很容易啦 非常容易 您刚刚提到说那个杨洁篪啊 他有针对于这个气候变化跟疫情 还没有 还没有 可是已经传出这样的话 但是派他当特使 对 对他要当特使 但是中国大陆已经直接否认说没有 他说你华尔街日报 如果你说有你把证据拿出来 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安排杨洁篪要到美国去访问 这个消息是从美国出来的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那所以中国大陆驻美国大使馆也出来说没有 中国大陆外交部也说没有 他说有的话你就把证据拿出来 我们什么时候打个一通电话给你 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通电话给你们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摆出来的态势就是说 我不急得给你通电话 我没有急得要给你通电话 今天那个 今天那个 那个环球时报 那个胡锡进 他也写了这样的微博 对 也是说不知道是谁求谁呢 对 他又来了 又来了 那就是双方都有 双方都有战略耐心 对 现在看起来大家都有耐心 我也有耐心 使用的真好 对啊就是你慢慢等啊 各自解决 你要不要做什么 因为他如果去然后无所获 那就也没有面子 所以一定是要敲出一个东西 非常没有面子 而且还会闯 而且还会出状况 是啊 所以他一定要敲定说可能会有什么成果 对 他才会去啦 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说真的有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杨洁事是不是会跟这个拜登啊 或者是跟这个习近平来有一些接触 你怎么看 就是迟早会有 不管是他亲自去美国 或习近平跟拜登通电话 就是迟早一定会 一定会有 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但是应该是很快 如果回到四年前 习近平不是在川普上任的第二第三个月 就去佛罗尔顿 对 就去马尔拉高跟川普见面 对不对 所以迟早会有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拜登政府一点时间 他们商人不到一个礼拜而已 对对 Patience Patience 对不对 Patience 他们还有一个完整的对中国的一个team 现在的问题是说谁给谁打电话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拜登 例如说跟俄罗斯普丁打过电话 然后跟梅克尔也打过电话 马克宏 对马克宏也都打过电话 然后强生 对不对 你讲的是最高层的 没有我讲是 这个新闻是中美智库出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说是谁跟谁打电话 你说他上了一个多礼拜马上这些都打电话 他动作也是很快 就是拜登动作很快 拜登已经开始在打电话 而且17个行政命令 对 现在的时间行政命令比较小 但是重点是因为高层的电话都已经开始在联通 对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是习近平会打电话给他还是他打电话给习近平 还是两个人都讲好 就是说我们就不讲 几天几分我们一起通电话 对 那就是另外一种 我心就没有祝贺他了 祝贺不一样 祝贺不一样 祝贺跟两个 是啊 电话在那边讲他不一样 对 所以现在杨洁篪是用视讯他是受邀请 视讯对美国人讲话 所以美国人他们也希望美国人能够听到杨洁篪讲话 所以美国人才把这个新闻做大 也就是他希望更多的美国精英 听听杨洁篪讲话 所以2月1号是杨洁篪要对美国的公众讲话 你看这个安排外交的技术有多微妙